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邀请到黄世廷老师来给我们上课 老师你好 喂喂你好 小朋友们好 我是来自雪兰儿洲巴胜家谱英华小学的黄老师 所以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是美妙的大自然 大自然 大自然是什么 老师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荧幕大自然是什么 什么是大自然 大自然是自然界 是物质世界 包括无机的 无机界的和有机界的 然后广义的自然界 也包括人类社会 这些都是属于大自然 很深奥 老师我不明白 到底大自然是什么 是的 微微 简单来说 大自然就是天然的 我们没办法制造出来的 这当中包括了水 空气 山脉 河流 植物 动物 地球 那讲了那么多 不如老师带你一起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大自然有生命的吗 为什么会有声音 它会说话的吗 老师 好 微微 别着急 我们来听听看 来听一下大自然的声音 这感觉是在打雷 是吧 是像很大很大的雨 老师 对 是吧 就是响雷的声音和下雨的声音 好大雨 淋湿了 好冷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第二个 还有第二把声音 听听看是什么 能不能听到什么吗 也是水声 可是跟刚才的雨声 好像有点不同 还有小鸟在叫 还有蟲鸣声 感觉是在一个很 很大自然的环境 对了 是吗 老师 对了 微微真棒 都猜对了 都把这些声音都猜对了 这些都是来自大自然的声音 原来大自然会发声音 所以我们会讲话的 就例如说刚才打雷 他告诉我们说 要下雨了 要下雨了 或者是正在下雨了这样子 对吧 对的 好 刚才我们 听了大自然的声音 现在老师带你感受一下 什么是大自然 那老师把部分的大自然 都带来了摄影棚 那微微首先得戴上眼罩 戴眼罩 是 是的 不能看吗 是 不能看 要去感受对吧 是 你要去感受 那到底是什么 那我戴眼罩 好 戴起来 好 准备好了吗 老师 要先给你感受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那可以摸而已 对吧 对的 微微 你摸摸看 那是什么 在哪里 老师 在哪里 好 来 微微 在哪里 微微 就在这边 粗粗的 然后 尖尖的 感觉有一些灰尘 老师 这是什么 石头吗 对了 对了 石头 好 是的 那第二个老师 在微微感受的是 这个 好 来 这边 这个软软的 幼幼的 种花的时候需要它 我知道了 是不是褐色的 这个感觉是 泥土 是吧 老师 泥土 是的 太棒了 泥土 好 下一个 还有 下一个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个 这个 湿湿的 冰冰的 水来的 对了 是水来的 对吧 水 太棒了 好 水 下一个 这一个 我们女生都很喜欢的 是吗 女生喜欢的 对 好可爱 这个像是小花 小花 对了 花 最后一个 还有 我们感受一下 这是最后一个 这是什么 小小片的 是的 这是比较小的一棵植物 这是什么 树吗 小小的树 对吧 对了 这是树 树 维维都猜对了 你可以把眼罩打开了 维维可以看一下 今天我们学习的 维维所感受的是什么 哇 这个是树 树 对吧 这是树 这是花 对 还有是泥土 泥土 还有这个是树木 这个是花 是的 花朵在这里 对 这是水 还有这个是石头 石头 各位帮忙一下 好吗 这个是石头 老师 这些都是来自大自然的东西 对的 看到了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东西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呢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要进行 再休息一下 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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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在哪里 风在哪里 风在这里 风在这里 风陀陀 把树叶 吹得 翩翩起舞 小朋友 小朋友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DDTV 今天黄诗婷老师要带我们认识大自然 老师 大自然是自然界的东西 不可以去变出来的事吧 它就自然存在的事吗 对 微微形容得非常好 现在老师也是要带你去大自然游玩 那这个大自然就是公园 我们一起去公园看看吧 公园 是的 在我这边有公园 好 微微可以讲解一下 这个图你看到什么呢 这个图 我看到爸爸在开着红色的汽车 然后载着妈妈 还有两个孩子一起出发去公园 是的 好 那第二个图呢 这边 这边你看是非常晴朗的天气 有太阳 有云朵 然后有树 然后还有蝴蝶 还有很多的花 还有蜜蜂呢 微微的观察力真好 第三个图呢 第三个图这边看到 哇 小朋友们很高兴地在游乐场玩 这里有榴花梯啦 有秋千啦 有人在玩足球 有人跑来跑去 是的 好热闹喔 嗯 好 那第四个图呢 微微又看到什么了 我第四个图感觉 星星都出来了 因为已经是快 已经是天黑了 太阳下山了 所以感觉他们应该要回家了 对了 微微的观察力真的好好喔 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活动应该难不倒微微 那现在老师要请微微 把下面的四张字卡呢 拼起来 就是根据那个图片的顺序 拼起来 第一个图的句子是哪一个呢 感觉是这一个 因为星期日下午 爸爸带我们去公园游玩 这应该要有一个时间点啊 我觉得是这个 哎呀 星期日下午 爸爸带我们一家人到公园游玩 是的 很好 对了 完全是顿确的 那第二个图呢 它应该要配对哪一个字卡呢 嗯 好 因为它有很多树木 有花 有草 所以我感觉是这个 啊 会是这个 到了公园 我们看见高大的树木和美丽的花朵 嗯 对了 好那第三个图呢 第三个图 嗯 因为它有很多小朋友在玩呢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有很多小朋友在公园里面玩耍 很高兴 嗯 对的 好 最后一个呢 天 慢慢的 那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最后一个了 没得选了 就是这个了 嗯 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好 微微做得非常棒 完全是正确的 嗯 好 接下来呢 老师刚才有听到 微微一边在选字卡的时候 你一边就是在念那一个句子 好 那现在我们再念一次 我们用比较正确的那个声音 或者是音调去朗读句子 好 那老师念一次 你也跟着念一次 好 星期日下午 星期日下午 爸爸带我们一家人到公园游玩 爸爸带我们一家人到公园游玩 到了公园 到了公园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高大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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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美丽的花朵 和美丽的花朵 公园游 公园里 公园里有很多小朋友在玩耍 有很多小朋友在玩耍 好 天慢慢地黑了 天慢慢地黑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是的 好棒 薇薇完成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吧 接下来 薇薇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老师的吗 老师 你刚才教我们大自然 对吧 我想在这边看到很多大自然的景色 对 那薇薇可以稍微讲几个吗 比如说有什么 我觉得你看这个树木 花朵 还有公园 这些都是大自然 对了 还有呢 还有 老师我想问 帮你问 为什么会有白天跟黑夜的分别 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 怎么样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有白天和黑夜呢 这是因为我们地球会自转的关系 那老师来给你看自转 那个地球仪 这是地球仪 也就是我们的地球 当作是我们的地球它在自转 那它转跟白天黑夜有关系吗 是的 好 那老师就来先做一个实验给你看吧 好 那老师 这个是一把手电筒 那手电筒照在这边的时候 这边就是白天 那当它背对光的时候 这一边就是黑夜了 是的 原来是这样照不到太阳光的地方 就黑夜了 它就在这样子转转转的时候 就有白天黑夜之分 对了 那小朋友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那太阳光光和月亮姐姐 会不会有时偷懒 是吧 对 对 会不会有一天她们没有来 上班呢 上班呢 会这样的吗 老师 对 我们问得正好 其实太阳是宇宙里面的恒星 它是永远不会动的 所以地球其实是绕着太阳转的 对吧 它是绕着太阳风转的 好奥妙 地球会转的 有白天黑夜之分 好的 稍后我们跟黄老师 再学习更多有关大自然的东西 再休息一下 星期日 跳舞 爸爸带我们去门 一家人去公园圆转 中文字幕志愿 老师 我来了 薇薇 你迟到了五分钟了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看我几聪明 我知道要去公园 很热 所以我买了这么大瓶的矿泉水 你看 你为什么买这些 薇薇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公园很热 要喝 还有水草 你看 自己从家里带来就好了 家里带来 家里带来麻烦 你要顾着那个水壶 然后你喝完了那个空水壶 又要带回家 这个喝完了就丢垃圾桶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地球制造了许多 无法分解的垃圾 会这样吗 垃圾 怎么说 老师 你以为塑料瓶丢掉就没事了吗 不是吗 错 大错的错 这些垃圾 塑料垃圾都没有被处理 很多都会漂到垃圾岛上 垃圾岛 什么是垃圾岛 老师 那垃圾岛其实就是 从这一瓶矿泉水开始有一个故事 我们喝完的那些水瓶 会被一些没有功德性的人随手乱丢 然后可能它就是丢在海边 或者是丢进海里 那这些垃圾它就会在海面上旅行 然后从其他地方也会漂来一些垃圾 就造成了这一个垃圾岛 然后这些垃圾它就会慢慢地在海面上 形成了这个巨型的垃圾场 可是如果是那边很肮脏 有垃圾场的话 那我不要去那边就可以了 不是吗 老师 可是 薇薇 你错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你是错的 对了 这些垃圾它其实是有毒的塑料 有毒的塑料物质 然后它在太阳的照射下 它就会分写成小的塑胶颗粒 释放的毒素最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食物链 那也就是说 当鱼儿去吃这些垃圾的时候 然后渔夫又把这些鱼儿补起来 到最后成了我们的食物 你觉得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呢 会 想象那个鱼吃了垃圾 它已经中毒了 然后我们就吃那个有毒的鱼 那不是代表说我们也中毒了 对 那是可以这么说的 再说除了鱼儿 你看一看 鸟类它们也以为这些垃圾是食物 所以鸟类它会去吃这些食物 尤其是颜色鲜艳的这些垃圾 所以最后它们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亡了 好可怜 都是我们人类不好 乱丢垃圾造成的 所以薇薇你说以后你要自己带水瓶呢 还是你要再去买这些矿泉水 自己带水瓶好了 矿泉水不要了以后不要买了 自己带水瓶好了 嗯 薇薇真乖 好 接下来 薇薇你看一下那个照片 那个图片对不起 那个图片 薇薇你从这照图片里面 你看到什么呢 好多垃圾 你看工厂又有很多黑烟跑出来了 很肮脏啊这个地方 那薇薇喜欢这样的环境吗 不喜欢 不喜欢 好 那我们看看下一张图 那这张图呢 薇薇觉得 哇 这个好好耶 很干净 然后全部人都很开心地 在做他们的活动 嗯 是的 好 那如果两张图片 老师放在一起 薇薇比较喜欢哪一个环境 哦 当然是那个很干净的环境啊 哇 看起来就很舒服了 人也很很开心很健康 嗯 是的 那薇薇喜欢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环境 一个大自然的环境 对 所以啊我们说保护我们的环境 人人有责 嗯 那我们其实可以为这个大自然 为这个环境做些什么呢 对咯 可以怎么样去保护环境呢 老师可以教我吗 好的 薇薇我们来进行一个活动 薇薇可以到那个小白板那一边 好 薇薇可以先观察 第一张图 薇薇看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张是他们在种树 第二张就在砍伐树木 是的 那薇薇觉得哪一个活动 或是哪一个动作 其实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呢 种树 因为树木呢 会有氧气给我们 整个环境空气就很清新了 种树比较好 嗯 好 那薇薇就给她一颗星星 哦 所以我 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多种植树木 因为呢 树木会给我们氧气 或者是给我们新鲜的空气 好 给她一个星星 我喜欢这个活动 嗯 薇薇对的很棒哦 所以要在家 或者是在家的四周围 多多种植树木 好 接下来第二张图 薇薇看到什么呢 哦 这小朋友在刷牙的时候呢 没有关紧水龙头 一边刷牙一边让水流 是不是很熟悉的画面呀 有哦 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是这样 是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怎么解约用水呢 像第二个图 这个小朋友一样 你看她用杯子来装水 你刷牙漱口呢 用一杯水就好了 不需要开着水龙头浪费水哦 太棒了 薇薇解释得非常好 那薇薇喜欢的是浪费水源 还是节约水源 节约用水啊 第一单是这个 我喜欢节约用水 对了 只有节约用水呢 也是其中一个步骤 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的 嗯 那第三个呢 哦 这个啊 公开焚烧垃圾 它很多的垃圾呢 到处去烧 然后呢 就很多火很多烟 出来污染环境 嗯 这个画面大概也很熟悉吧 嗯 那另外这个呢 就是垃圾分类好 水瓶放哪里 塑胶的放哪里 玻璃的放哪里 分类垃圾 是的 我们也有这么一首歌 棕色放玻璃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垃圾都分类好 哦 保护环境的步骤 那温温喜欢的是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 保护环境的 把垃圾都分类好 嗯 好棒 好 接下来 一四张图 一四张图 这个就这么 随地乱丢垃圾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把垃圾丢进垃圾桶 嗯 所以随地乱丢垃圾 也是很熟悉的画面吧 方便就好 其实刚刚老师也解释了 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喜欢的是这个 把垃圾丢进垃圾桶 我喜欢这个动作 嗯 小朋友们也要多多仿效 图片里面的小男孩 嗯 好 最后这个 哦 你看这个房间都没有人 为什么要开灯呢 浪费电 对了 嗯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如果房间里面没有人的时候 那像第二张图这样子 关灯 对了 节省电源 所以给她一个信心 好 微微解释得非常好 非常棒 谢谢老师 是 这个就是老师教我们了 要爱护大自然 然后呢 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就包括这些步骤 小朋友们要记起来咯 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最后老师想说的是 我们应该要感恩 我们要感谢大自然 比如说 阳光给我们温暖 生灵给我们新鲜的空气 花朵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一些点缀的 那个效果 所以我们应该要感谢大自然 好好的 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保护环境 人人有者 我也喜欢一个非常干干净净的环境 所以记得要保护环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黄老师 谢谢薇薇 谢谢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 我们有机会再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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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